各位早晨 我們繼續講犯罪的軟交近功 究竟軟交近功是什麼? 我們講了兩集都未講 今集即將揭曉 上集講到秦昭雙王很有誠意 找犯罪尋求這個意見 希望解決國家問題 犯罪說 大王左右的大臣是有失策的地方 秦昭雙王問有什麼失策 有什麼做得不好 犯罪和盤托出 他就這樣說 大王,聽說 我們的宰相相後毅艷 要攻打齊國 但我們要越過韓國和魏國 兩個國家去攻打齊國 這就是大大失策的地方 千里運糧 最後的結果 就是運糧的運輸線會很長 最終 糧食的運送會非常困難 中間很容易被人摺斷糧路 大軍在外 又和國家遠離 那你就大麻煩 那這個 運糧的距離很遠 即量度很遠 戰線很長 在歷史上都出現了很多失敗 特別是我們熟悉的 諸葛亮 其實跟巡國一樣 攻打巡國和屬國 都是在四川的位置 攻打中原 因為屬國崎嶇 運糧很麻煩 所以中間很多時候 打打打下 不是說不夠打 是因為糧食運送不足 後援不計 最終被逼退兵 被迫退兵时被人在后面偷袭一轮 所以国家占不到一寸多了的土地 但卢斯动众,劳民伤财 怎会越来越强大呢? 《秦国金铺》不但对齐国有任何影响 反而多派兵就会对秦国有害 兵派得多,截死得多 另外要预备更多的粮食 而当初曾经有一个例子 魏国越过赵攻打中山国 最终魏国贏了 他打人,当然是为了夺取多些领土 但中山国因为他和他相隔赵国在中间 所以中山国反而被赵国侵佔了 因为魏打了中山国 中山国已经是你和两个国家两败俱伤 中山国灭了 魏隔着赵国派去军队去人家铺守 那你怎麽会两边隔着你根本的经司 或者是主要国家的粮食供应 或者资源的云术 根本不可能 你怎麽会经常遇过人 那就是要兜大弯 那你根本就浪费时间 那你照过一攻打中山国的时候 你根本都没有可能去到那个派兵去救援 那所以最后呢 你其实呢 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你隔着别人的国家去去 越过别人的国家去打 一个不近你自己的领土 最后就益了人 那所以呢 金铺呢 那个 我们 就是秦国去攻打这个 齐国呢 其实就有相同的情况 你攻打了齐国之后呢 最后是益了哪个呢 益了魏国韩国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近一点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金铺呢 输了呢 就秦国其次大欲 输了 那灭了呢 都是 领土都不属于自己的 迟了一天都给了人的了 那我们搞这这么多东西 对我们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那所以大王今天呢 只有一条路 就是什么 远交近公 那叫远交近公呢 就是 远交就可以离间各国的声援 分化他们 近公呢 就可以开拓自己的姜土 好似呢 蠢蠢蠢蠢这个桑叶 一块一块 一串一串 一串就一串 一串 一串就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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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做得寸尽尺 首先 慢慢拿一些小的 越吃得多 就可以吃得越大快 得天下 就自然难事 例如这样 今天我有一百万平方公里 下个月 一百零一万 一百零二万 一百零三万 那你的领土大了 即是 对手的领土是少了 即是 我们是强了 对手是削弱了 那你就最后 就是说 我们很大的领土 别人很少 我们自然呢 那领土呢 已经是大过六个 加在一起 那你秦国就自然赢了 对不对 那秦王就 撕一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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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想事情 那样 那想一想 就想了一会 就说 先生 那怎样叫软交近公呢 这个这么简单 道理都不明白 怎么搞错 一国之君 那 这个犯罪就很具体地说 那大王 因为呢 其实齐国是比较远 亦都强 所以我们应该找着齐国 和楚国这两个大国 来我们远的国家 和他们修好 搞好关系 但是 将呢 我们附近的国家 像韩国和魏国 先攻打下来 那我们攻打下来 我们领土的自然大 到时我们要和齐国和楚国反面 我们就要有个筹码了 那 当我们攻打了这个 这个 这个 齐国 不是 是 攻打了魏国和韩国 自然 顺望此行 他们都灭了 这个 这个 楚国 齐国 自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那 秦超商皇听了之后 立刻 欣喜药 哇 拍摄桌 哇 正啊 先生自然 简直是令我茅塞盾开 所以 所以 立刻 把这个 犯追为客卿 停止了攻打齐国的计划 立刻去囚核 攻打 魏国 韩国 过了几年之后 他便日益得到秦超商皇信任 当然 因为犯追 有料 而且 他提出的计划 也真的帮助到秦国 秦超商皇 便对他言听计从 有一天 因为犯追 看到是时候 因为 觉得自己的信任 都确立了 他更加 大胆直接 去提出 他另外一些 建议 有一天 他就 入了皇宫 跟秦超商皇 聊天 他叫 旁边那些 侍卫 侍卫 幻官 走到一旁 先离开 单独 跟秦王 聊天 他就说 突然说一些道理 他就说 阿神在山东的时候 就听说 齐国有 曼常温 曼常温 就是 可能我以前说的 课文也提过 或者这些 文言文故事 曼常温 就是 一个王子 但他很好客 请很多人 去他家居住 所以 当时 我们说 现代曼常温 就是一些很好客的人 请他家居住 有一个叫 门下三千 吃客 在家吃饭 打等 住 他很喜欢去收买人心 知名度 魅力 和号召力 很强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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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认识 曼常温 不认识 皇帝 不认识 不认识 他就说 在山东的时候 只听人说 曼常温 不认识 齐国 秦国 甚至是 太后 湘后 华阳君 敬阳君 高领君 没有认识秦皇 即是 大臣 下面的人 明星比老闆更大 影响力更大 比老闆更大 范瓊 俗语 家有千户主事一人 即是 你有一千个家庭 华氏 华氏 国家有万个家庭 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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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谁打罗 一锤定音 即使旁边有很多不同的乐器 你一个定音会 打下去 其他传媒都会停 其他基础也好 一锤定音 很多不同的意见 最后 由华氏人 一班说话 下定论 就是执行 这个人 自然是君主 或是领袖 一个国家法号司令 应该是君主 君主 是操生杀大权 就是他华氏 怎么可以让其他人去专权 现在有几个人专权 第一个叫太后 太后 就是 那个是 以仗身为国母之尊 整天在 横行无忌 指手画脚 在这里干净了 四十年 伤后 华阳君 就是国后 因为太后 权力大 他找了自己的亲戚 历史上叫外戚 一起来干净 作威作福 那 除了这个 后妇 和皇后 弟弟 都在 比皇帝更威慕 皇帝 高宁 他自立 緩户 好像 孟常温 请了很多人来 甚至 找了些死事 什么是死事 就是 替他杀人 不要命 那些 恐怖集击 那些 恐怖集击 整个 汽车炸灯 撞起来 那些人是不怕死 就是 养了一群人 很忠心 不怕死 在一些紧急关头 或者平时 要执行的任务 是会毫无无漏地去做的 扶植了很多亲信 那 你 搞那么多事 做什么呢 自然 要么就是 巩固地位 另外就是奪拳 这样搞法还得点 是吧 皇上你很危险 那 那 这几个 权力人物 他们差不多 那个势力 或者财富 真的是富可敌国 他们都可能 中间 撕了很多油水的国家 那 这样搞下去 只有 皇上你被架空 国家 就不方会强 因为不同意见 对不对 好像上次 宰相毅 华阳君 他就说要攻打齐国 越过魏国 如果不是 范珠出来 点醒 秦超商王 可能这样就出事了 对不对 国家就有问题 不是纯粹个人权位 也是为了国家福祉的问题 所以呢 这几个权神 是不能够不随 他就说了 范珠说了历史例子 当年齐国 有个叫 崔柱 这个崔柱是个权神来的 最后 搞到齐将功 就被人杀死了 那 赵国 叫李锐 也是权神 搞到 赵国的君主 赵主父 是在沙友谷 饿死了 即是 皇上都可以饿死 这个故事 我们有机会再说 那 今天 秦国 不单有一个权神 是有四至五个权神 这样下去 天下就不再属于皇上 属于他们 子孙就不关你子孙事 到时 分分给了外戚人 外戚 范珠一番话 就令到秦超商王 立刻很害怕 其实 会不会秦超商王 不知道 其实他可能都知道 不过 时机未成熟 因为这几年 他得到犯罪的帮助 其实在很多决策上 都是可以得到 一些独到的见解 以及很有效的意见 所以他这几年 慢慢建立了威信 其实说真的 为什么一开始 会出现权神 一定你自己的权威不足 或者能力不足 或者可能很小个职位 就是要靠大臣去辅助 例如康熙那些 但当他大过的时候 他凭他的能力 就去奪回这个权力 但你都要建立威望 所以这段时间 又攻打了魏国 秦国国力又强 软交近攻的有效 自然是时候 要取回这个权力 那么 这个秦超商王 之后 那一段 就废了太后 将商侯功令华阳 敬阳军 这些外籍 王子 逐出这个关中 关中的中原地带 将他扁去边境 今天摆在梵吹卫城上 秦始一秦国 就越来越富强 就奠定了 他统一六国的基础